陈时中他在20号的时候 是前往了万华的龙山寺来参拜 但是有民众上前成情 被火速脱离现场 国民党的立委赖时宝 现在就痛批陈时中是双面人 一边跟万华人道歉 另外一边是冷眼地看着民众被驾走 暗讽抗议来我就扛 更多的国会内容我们交给记者李嘉宇 各位朋友们早上早安 这个小时各位到现场 今天我们要请到立法委员赖时宝 是大早安 是 文人早安 我们今天持续聊到陈时中 因为他昨天到龙山寺来参拜的时候 他还跟大家来道歉 不过他道歉是跟万华人来道歉吗 尤其是他过去在立法院被巡使的 不当言辞来道歉 他道歉的同时有民众就走进来 是抗议的民众去抗议陈时中 不过陈时中却冷眼看着民众被驾走 所以他是有点一边道歉 一边冷眼看着民众被驾走 是不是有点双面人 他道地的就是双面人 那这个道歉根本毫无诚意 最高道歉的时候是那时候 3加11的破口 造成万华的整个大的一个疫情大爆发 那时候就该道歉了 现在道歉晚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是为了选举 今天假如没有选举他不会道歉的 那结果选举人家有抗议 那不是讲台湾多民主吗 抗议就抗议啊 你想一想当初马云九总统的时候 多少人抗议啊还丢鞋子 有没有像这样这么粗鲁的动作 现在连表达抗议的言论自由都没有 这个就是这个绿云双标的最好的显示 就是你看到他对抗议的民众多么的粗暴 然后他一副不屑的样子 他高高在上 你注意看他两年来的指挥官的这些动作 一向都是这个你怎么骂他 他就把你顶回去把你骂回去 他就是非常的傲慢 态度傲慢 毫无诚意的道歉 这个道歉不值钱 那对比蔣万呢 他其实过去面对抗议的民众 其实处理态度好像也不是这样 所以前言中不止双面 还面对了双标的局面 没有错双面人也是双标人 看看真的看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蔣万被抗议的时候 他还跑去听到底是抗议什么 那最少最少我想你就 你就让相关处理 不需要这么粗鲁的 你看那个照片多么粗鲁 不要硬被抬走 太可怕了 他手上拿以民为先 太讽刺了 他手上讲的以民为先 那真的不是以民为先 叫唯我独尊 以陈时中为最主要的 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好我们再来看到陈时中 他公布的竞选团队名单里面 有范云跟林长佐 都是三加十一的争议人物 不过呢现在呢 也被轰说是高端队 那这个高端队是从陈建仁 从上到下都是挺高端的 相对来说 讲案的竞选团队 好像不是那么明朗 委员还是自己的议员吗 我现在他请我当他的副主任委员 兼中正文山两个区的 这个荣誉后院会的会长 所以我会尽全力辅选 那他人事安排我们都尊重了 候选人最不需要的就是 你家长怎么打选战 讲案也打过立委的选战 所以真的就是我们 捐起袖子来认真辅选 这个最重要 我目前就是这样做的 会不会觉得民进党从上到下 都是挺成忠的 不过相对来说 讲案的竞选团队 好像比较薄弱一点 因为人数好像也没有这么的庞大 不会薄弱 不会薄弱 现在就是他 有些人可能还在征询当中 特别我所了解的 有些后院会长 有些就还没有 这个大概都搞定了 但是距离他正式的宣布 他可能还有一些人要宣布 所以他是一次宣布 这样我觉得还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全中近日是炮口对准了柯文哲 不只说常常说智商157 是小学生的说法 甚至整个都是在痛批柯文哲 甚至还影射了柯文哲的妻子 那现在这样是不是有点 就是淡化了蒋万安 是不是想要走这个气保政策 想要炒高柯文哲的声量 然后就让蒋万安的声势没那么高 在政治上我打你就是拉抬你 所以他打柯文哲等于拉抬黄山山 希望把黄山山民调打在那里 让黄山山不会被气保 他就做收羽翁之力 这是他的一个如意算盘 我想台北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到最后我敢断定 因为大家太讨厌陈时中了 一定会气保 一定会气保 那就看水平调高 目前为止讲问民调高 这个大家这么讨厌陈时中 这么讨厌民进党在台北市 那我想他的计谋不会得逞 是 好今天谢谢委员 感谢 好委员现在先去开了党团记者会 我们先来为大家来总结一下 来看到陈时中过去 在昨天的时候在万华区参拜 不过在万华区参拜的时候 他跟市民朋友道歉了 他说在立法院的不当言辞来道歉 是针对了三加十一 是不是被指涉说是破口 甚至万华区是破口这件事情来道歉 不过这道歉 这件事诚心诚意的吗 因为有抗议民众就闯入了 他就是抗议他 不过他拿着以民为先 却冷眼看着民众被架走 就被兰英就通批说 是有点双标又加上双面 过去国民党政治人物 面对抗议是真的 也没有这么快被架走 也不会这样冷眼看待 所以现在兰英就职工 就说了现在这样 根本就是完全双标跟双面 尤其是他手上拿的这个 以民为先 根本就是唯我独尊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圈中的竞选团队 不只公布了三加十一的 正义立委范云跟林长索 还被轰说是高端的团队 叫高端队 甚至立委赖世保的直呼说 这根本就是台北高端化了 面对蒋岸的竞选团队 还未完全成型 赖世保也有信心 他认为说蒋岸他甚至是慢慢的在铺陈 甚至面对现在呢 陈时中都是炮火猛攻 柯文哲他认为说 未来气保政策一定会奏效 因为有可能呢 他就觉得说政治人物打谁 就是炒高化的声量 现在陈时中炒高了柯文哲的声量 目的就是为了淡化蒋岸 来攻势来攻击 来运用这个气保的政策 我们会持续关注选战 以上是自己的郭希青 我们将最后交易给彭林主播 要来科普一下哦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埋回家自己来使用